入口 入口 路总 对于刚刚结束的服装设计大赛 全国总决赛 冠军获得者苏北 北报初抄袭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苏北是幻真的签约设计师 他的抄袭行为 你事先是否知情 幻真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谢大家 我们不接受采访 那路总 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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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贝 你别走 我们探一探 怎么会有个男人在我房间里 昨晚我 邦总 那个和三岚服事合作的事情 今晚我们不谈共事 先把酒喝好 还是刚刚说的 我们的合约 看来苏小姐是不想给我这个面子了 不是不是 王总 我 酒量真的不太好 这酒要是喝不好 合同的事就很难谈了 那 王总 我敬您 这就对了嘛 晚上 难道是那个时候 陆总 你怎么跟刘总喝这么多啊 您房卡呢 算了 我有备用的 陆总 你先休息 我去送刘总啊 对不起啊 苏北啊 苏北 笨死你 算了 现在怎么办啊 完蛋了 你是谁 怎么在我房间里 如果我说走错房间了 你信吗 走错房间 可笑 你这种手段 我见多了 我 告诉你们刘总 以后不要这样子 什么刘总啊 好了 赶快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喂 等会儿来接我 好 昨晚我喝醉了 你去哪儿了 把您送回去之后 我去送了刘总 昨晚是刘总安排的 安排什么 没什么 陆总 我已经和苏嘉约好了 您确定要听老夫人的意思 娶苏嘉女儿吗 你们都不认识啊 陆娇和苏嘉 早就有婚约了 而且奶奶既然那么坚持 我无所谓 让你做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已经安排好了 苏嘉现在面临巨大的资产空缺 相信他们不会拒绝我们的条件 妈 我来看你了 我通过了天使制约服装大赛的海选 我一定会 在我底下 我来看你了 贝贝 你最近还好吗 我这些天做梦 总是梦到你小时候 我带着你 去买你最爱吃的糖糕 贝贝 跟爸回家吧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了 你管过我吗 你现在在这 假猩猩地干什么呀 贝贝 我毕竟是你妈 你是我苏家的女儿 你走吧 我跟我妈都不想看到你 你走啊 苏云天 我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窝囊 连卖女儿的事都做得出来 这不是卖女儿 人家管这个教 商业联姻 卷定权还在咱们手里 那你拒绝不就完了 公司又破产了 还不上那么多钱 到时候这房子 都不一定能住下去 爸 我不想嫁 我有想嫁的人 妈 你不能嫁 凭什么让他嫁 那怎么办 要不你想个办法 我怎么就嫁给你这么个废物 你又不是只有曼妮这一个女儿 卑贝 爸这次来 其实 其实是想给你听门轻视 对方条件好 是个大老板 谢谢你的好意啊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们走 那么多废话 这么简单一件事说不清楚 我们来不是跟你商量的 你爸跟人家已经谈好了 你是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他自己则 不知道 太多到欁了 桌上的水还没喝完 我傻傻定成窗台 那笨凋落的花不再盛开 你总说喜欢很爱 用着胜心用不动的告白 终于这次我也会被依赖 倾听着掩饰着学会感慨 我看你笑得多么开怀 替你规划的和他未来 我那么麻木还要保持倾听的状态 你的心思我不用再猜 是可笑可悲还是无奈 都沉默了 就别轻易去太爱 那我rek ord har了 不要再给予了 你会说好吗 我会说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都沿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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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思我 都沿递